這個龐大的地下街系統是連通了福田市中心一帶 非常之多的商場和商業樓 因此莫說在這裡玩足一整天 我想玩足幾天的東西都是絕對沒問題的 話說自從上個月全面通關之後 的確是掀起了一股上來深圳玩的熱潮 而我也發現有不少以往從來未上來深圳玩的朋友 當然我經常都會收到一些PM問我 究竟深圳哪裏是有一些大商場足夠他們玩足整天的 而如果在疫情之前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 雖然有不少香港人都會選擇經羅湖口岸過關 但其實我自己就更加喜歡搭東鐵線去到洛馬洲站 在那一邊過關來到深圳福田口岸 再搭4號先兩個站去到匯展中心站附近 當然這裡是深圳福田區 也是核心商業區CBD 整體的城市規劃會比較好 不單止商場會大了一些 馬路也會闊落一些 在這裡走會舒服很多 而更加正的是這裡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地下街系統 足足是連通了五個地鐵站和一個高鐵站 這五個地鐵站分別是匯展中心站 客物公園站 江夏站 江夏北站 和福田站 而那一個高鐵站就是福田高鐵站 這個龐大的地下街系統 是連通了福田市中心一大 非常多的商場和商業樓 因此莫說在這裡玩足整天 我想玩足幾天的東西都是絕對沒問題的 而且這條地下街最好的地方就是 全程都有冷氣 接下來春天會比較多雨水 夏天又會比較嚴熱 經這個地下街系統在福田區這一帶玩的話 真心會比較舒服 而今集我會先帶大家 由福田口岸搭4號線兩個站 來到整個地下街系統 正中間的那個地鐵站 匯展中心站 然後由這邊的B出口出來 經過那一邊的地下街連城新天地 先是說說匯展中心站 以西究竟有甚麼商場 以及每個商場究竟有甚麼吃和玩的 先是跟大家說說 連城新天地的這條地下街究竟有甚麼行動 如果由匯展中心站B出口出到來的話 最遠最遠其實是可以通到購物公園站的 而這條地下街的商戶主要都是一些比較便宜的飯餐店為主 假如你自己一個人上到深圳公幹 想自己找一些比較簡單的食物來吃吃的話 來這條地下街就適合你了 由B出口的地下街向前走大約30秒左右 右手邊大家就會見到一個非常熟悉的Logo 好 加因這裏就是給我們香港領展收購的領展中心 這個商場在疫情之前可以說是福田市中心一帶 比較重要的其中一個商場 但領展收購了它之後 就將它進行了一個非常龐大的翻身工程 將入面幾乎所有的商戶都趕走 雖然現在都有不少店舖重新開放 但人流對比起疫情之前真的差得有點遠 雖然是這樣 這裏仍然都是有一些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比較有名的商戶 譬如有茶飲店內雪 主打酸菜魚的泰宜 主打西北菜的西貝油麵村 主打牛雜煲的牛小組 主打鐵板燒放蹄的大魚 另外還有兩間有表現看的餐廳 分別是主打酸菜的胡桃梨 和主打椰子雞的童人四鬼 這裏也有一間卡拉OK 一個兒童室內遊樂場 一間小米之家 還有一間可以玩射箭的店 另外地牢那一層就有一間加樂福超級市場 雖然這間超級市場在重新裝修之後 就細間了很多 但仍然都是福田市中心一大 相對而言比較大間的超級市場 因此如果有需要去超級市場買東西的話 這間加樂福仍然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另外如果想由地下街走到這個商場的話 你亦都可以選擇由B出口出到來之後 一直向前走大約三分鐘左右 去到第一個消防門前面 轉右手邊 在蘭州拉面旁邊的那一條路走出去 同樣都可以通到來領展中心城西面的下沉式廣場那一處 亦由於這個商場重新裝修了沒多久 加上人流比較少 因此這裡的廁所我覺得是福田市中心一大 數一數二比較乾淨的廁所來的 而且全部都是坐廁 不習慣蹲的話 來這裡就適合了 會戰中心站的C出口雖然沒有博通到地下街 但博通到另一個商場 黃庭廣場 黃庭廣場這裡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美食城 有非常之多的餐飲可以選擇 因此只能夠和大家簡單講一講 這裡一些我覺得對於香港人來說是比較吸引的餐飲 譬如有主打傳統雙菜的小辣椒 主打小炒黃牛肉的辣可可 主打粵菜的粵集 主打爆汁生煎的小羊生煎 主打北京烤鴨的競味春 燒烤店這裡有三間那麼多 分別是最出名的木屋燒烤 主打東北燒烤的破店肥蝦 主打日式串燒的鳥棒 茶飲店方面這裡除了同樣都有內雪之外 還有主打手打檸檬茶的休大叔 還有深圳去年掘起得非常快的 便宜價茶飲店 莫里奶靶 另外在這個商場B1那一層 就是一間超級市場合馬先生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有一個大魚缸 有很多海鮮可以給大家即鬧即煮 但由於它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超級市場 因此假如你有大陸版支付寶的話 在那裡付錢就相對方便一點 而假如你想由地下街那一邊 過來黃庭廣場的話其實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由B7口向前走 大約分多兩分鐘左右 大家就會見到一個噴水池 在噴水池的左手邊會見到一條樓梯 走到樓梯級的最頂頂就會見到一間H&M 穿過H&M 由另外一邊的門口出到來 就可以來到黃庭廣場的一樓 另外你也可以走到我剛才說的第一個消防門那一邊 不過今次就選擇轉左 向前走 穿過那個門口就可以去到黃庭廣場的西面下沉式廣場 另外黃庭廣場地鐵的那一層 靠近西面下沉式廣場那一邊 現在就弄了大約十檔左右的平價茶飲店 和小吃攤檔 有時候假如我在福田市中心 逛逛逛街覺得口渴 或者想找點東西咬一下的話 我通常都會選擇來到這一邊 找東西吃或者飲飲 由惠展中心站B出口的地下街 向前走大約一個多兩個小時左右 就來到購物公園站 購物公園站同樣都是博通到好幾個商場 其中有D出口出到來 就可以來到深圳最高的那一棟大廈 平安中心底下的那一個商場 老實說這個商場其實是福田市中心一帶 搞得最失敗的那一個商場 進來後你就會發現 整個商場都沒有人流 而且店舖都沒有哪幾間有開到的 但仍然都是有一些 我想香港人應該有興趣去光顧的餐廳 其中一間就是這一間 我在疫情之前都介紹過很多次 裝修是非常浮誇 甚至在餐廳中間建了一條河 河上甚至有一些船 可以讓大家進去坐下吃飯 主打荒蚊菜的桂滿龍 而在地鐵站那一層 真是有香港人都很熟悉的喜茶 以及在去年被喜茶收購了 主打果汁沙冰的野水山 當然還有我近年的最愛 主打野水山飲飲的阿媽手作 由地鐵站的絲菜口出來之後 就可以去到 可以說是全深圳最受年輕人歡迎的商場 Coco Park 由於特別多年輕人會來到這個商場逛街 因此這個商場亦都是零射多一些 做年輕人生意的店舖 例如有一些賣潮流玩物 以及近年大陸好熱的盲盒店舖 而我自己有價過價 有部份的原創設計在深圳這裡買 是比起香港便宜一大折的 因此喜歡玩盲盒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來到Coco Park這裡掃貨 另外自從疫情之後 深圳有不少商場都會找一些比較空曠的位置 來不定期地搞一些民創市集 Coco Park這裡就是其中一個商場 而且它往往都會選擇在一些 星期六日或者大時大節的人會搞的 因此假如你是文青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 同星期六日或者長假期 來到Coco Park這裡 分一分鐘會有意外收穫的 餐飲方面 既然這個商場這麼受年輕人歡迎 因此那些餐飲品牌真的要有這麼上次實力 才可以在這個商場上生存到的 中菜方面 除了很多香港人都熟悉的 主打烤魚的探魚 以及主打酸菜魚的泰兒之外 還有便宜價的行邦菜餐廳綠茶 主打四川菜的巴蜀峰 主打酥式拉麵的藏殼樓 其他地方的菜式就包括有 主打部隊鍋的東洞 主打韓式炸雞的百里加 主打日式吉列豬扒的唐本加 主打日式燒肉當飯的大福 主打韓式烤肉的姜虎東白丁 和西塔老太太 主打泰式火鍋的洛山市集 主打希臘菜的葡萄 還有西式興食餐廳 農夫和加賀 也有主打榴槤披薩的洛海薩 和和KFC同一個集團 主打墨西哥Taco的Taco Bell 飲品店方面除了有喜茶和內雪之外 還有我以往在上海喝過 覺得非常之好喝的抹酸奶 另外這裡的咖啡店Arabica 也設計得非常之美 當初開業的時候 是吸引到很多人過來打卡 當然剛才所說的那些餐廳 就只是我曾經試吃過 覺得香港人應該有興趣 上到深圳吃的餐廳 其實Coco Park這裡還有其他餐飲 不過由於蝙蝠所限 所以在這裡就不足一介紹 由地下街的盡頭上地面那一層 就可以去到 和地鐵站同名的商場 購物公園 這裡是福田區 一條非常之出名的酒吧和宵夜街 想感受一下深圳的夜生活的話 來這裡就適合了 在地下街中間位置 靠近購物公園站 有一間全家 在全家旁邊 就是一條分岔出來的地下街 由那一條地下街 走大約一個多次左右 就可以去到福田的高鐵站 在疫情之前 高鐵站裡面 其實都有不少餐飲 不過在疫情之後 絕大部份都已經收拾了 現在就只剩下 一間Starbus在營業 如果你打算在乘高鐵之前 先治好肚子的話 怎麼辦呢 其實在高鐵站的另外一邊 是有輸送帶 博通道去 同一個高鐵站 同名的地鐵站 福田地鐵站 走過去其實大約 都只是兩分鐘左右 而在地鐵站旁邊 其實是有一個Food Course 那一邊都有不少便宜的餐飲 如果想治好肚子的話 就可以選擇到這裡 會展中心站以西的地下街系統 暫時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下一集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東的地下街系統 說說會通到哪些商場 另外其實我現在就跟福田區一個商場 談一個港人獨家優惠的合作 相信細節就會在今個禮拜內落實 如果想知道詳情的話 大家就要記得密切留意我今個禮拜出的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